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少后座力的配件 这把枪有点抖 然后在弹夹方面 双排弹夹配件 陈老师我是必装的 因为的话这把枪本身 它的子弹不是很多 被弹子弹不是很多 然后我们去打一把团队决战模式 好 那我们进入游戏 来玩一下战斗小物这个地图 然后的话 这个模式是充分团队竞技 所以说复活点的话 都是固定在家里 对面有一个黑皮肤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人物叫第二战场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 这个人非常搞笑 非常搞笑 然后这波扔个烟幕弹 然后的话燃烧瓶 我估计他会从小防冲来有敌人 所以说先果然是烧到了 就是黑皮肤第二战场 整场比赛 他被我杀了很多回 恩惠都是死在我的枪口下 这一波 然后看一下 侧面没有人 侧面的话队友是比较给力 开局的话 咱们有个小优势 这一波又是 又是第二战场 这个人他是玩充分枪的 所以说他就必须得冲 这一波又是你 又是你被我连杀三回了 这个第二战场 非常搞笑 咱们这边队友 还有人用这个球棍去 那个刀人 这个有点不太这个文明 是吧 好 这边穿到 但我不管 我主要看前面 然后这边拜扶 现在陈老师 我是四指操作 四指操作 大家可以看 我的键位设置也是 这个人反应有点快的 直接被我穿死 我现在的话 是慢慢习惯 这个四指操作 这一波放个小车 小车的话 有个助攻 然后咱们有直接 有个空对地导弹 这边有个手雷 应该炸不死我 就算炸死我也没关系 咱们空对地导弹 可以放出来 这一波 他又冲出来了 咱们在右边 这个小黄房 收获破分 这一波直接再是穿穿穿 我穿我穿 换下子弹 这个地牢战场 小黑皮肤又冲出来了 整场比赛的话 都是死在我的枪口下 这波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我换他的枪 因为我的枪没有什么子弹了 我想用他的枪玩玩看 但是他这个枪 巨的无比 用的是小蜜蜂冲锋枪 我不知道他怎么玩 这一波 我知道他在右边了 先放一个燃烧弹 分他走位 然后直接把他穿死 爽啊 这个枪我还没有 但这个金属穿甲弹 还没有带 这个穿带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穿穿那里也是还可以啊 这一波直接跑到他们家基地去 这边提前枪没扫到 提前枪还是没扫到 换样子弹 好 这一波看有没有机会 哎 手雷 哎呦 这一波赶紧好 穿两个好 又是这个第二战场 但是他还出一个无敌状态啊 非常难受 没有办法 咱们人头数是大大领先了啊 主要是程老师这一场发挥的非常的优秀 好 又是他直接穿啊 直接穿 直接穿 没穿出 他的直接跳进来了 因为他玩的是充分枪 所以说他必须得充分啊 但是你还敢来还敢来 你还敢轮到我无敌了是吧 这一波程老师我这个火焰枪啊 这个进化者好了啊 啊 这波直接切成这个进化者 然后直接冲过去烧啊 没有人啊 然后继续啊 烧一个 好 这一波啊 又人来烧两个跳一下 但是被其他人给补掉了 对面基本上都是真人啊 没有人 就我感觉这场比赛 只不过对面打的比较傻吧 好 这一波 好 又是拿到个助攻啊 又是这个 直接穿到了 又是这个第二战场 直接再穿 他基本上应该没血了 你还敢还敢冲出来 这不找死吗 对吧 最后两个人头直接冲了 这一波程老师想跳进去啊 没跳进去啊 这个操的有点尴尬了啊 好 这一波直接冲啊 好 最后还拿了十分的助攻 整场比赛对面只拿了一半的人头数左右啊 被我们活生生的给压制住啊 其一的话 主要是程老师这一把我打太猛了 看一下最后的战绩啊 好 全队的MVP啊 没毛病啊 没毛病 1983分 第二名 173名 1450啊 看一下 人头数啊 我拿了15个 对面最高9个 我们这边还有16个的 行吧 对面的话基本上都是真人啊 没有人机 我感觉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